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头到脚 贴小红点的这些地方 中枢神经 我们的皮肤 重要的一些脏器 心脏 肾脏 还有大的关节 胯关节 还有膝关节 脚趾的关节和手指的小关节 都有可能会受到伤害的 那今天咱们还要再和您说一说 通常情况下免疫力失控 还有哪些小的问题也容易被我们大家忽视 尤其是在我们五官的这个地方 是更容易体现出来的 今天我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 是来自于北京同仁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 王振刚教授 欢迎王教授 欢迎您 你好 王振刚 欢迎您 首先我们要到这个人体图这来 我们通常有可能会忽略到面部 尤其是我们五官的哪一些地方 也有可能是免疫力系统出现了问题呢 这个眼睛非常重要 这个地方如果发生免疫的问题 将来的结果就是要瞎了 耳朵也非常重要 这个地方被免疫受到影响以后呢 也是非常非常麻烦 眼睛 耳朵除此之外呢 那最重要的是个鼻子 我觉得鼻子也非常非常重要 关键的是它和别的器官联合起来 都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受到免疫吃控的问题了 眼耳鼻 眼耳鼻 那就还剩下什么呀 还剩下嘴了 就是嘴了 嘴也会吗 用这个红纸把这个嘴也堵着吧 啊 这一下子这张脸都被贴满了呀 所以啊 五官嘛 眼耳鼻喉 它都可以受到影响啊 它的眼睛是我们和外界交流 百分之八十的信息 都是要通过眼睛的 我们的鼻子也很重要 除了通气 还要闻东西 我们的耳朵要听声音 我们的口腔要吃东西 口腔里边还有还有牙齿 还有舌头等等的 所以这些部位虽然小 但是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 它是伤不起的部位 所以不应该被忽略 那待会儿要好好地和大家来说一下 真的是出现哪些反应的时候 就说明我们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了 而且还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调整 好 请王教授先坐到座位上 那我们先从上往下说 先说说这个眼睛 来看第一个问题 那以下哪一种情况提示着您的免疫力是有问题了呢 都是眼睛上的表现 是麦力肿 就是眼睛长了一个很硬的硬结一样的红粒 还是眼睛发红 还是眼屎增多呢 来现场100位观众去表达一些 那非要选一种的话 我觉得麦力肿应该就是一个眼病 单独的眼病 眼屎增多呢 是个人卫生没搞好或者是上火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红眼病眼睛红 他说你看别人都得有钱 你急了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麦力肿 你觉得眼睛平白无故的长出 硬扎再来 那肯定是 因为抵抗力下降了 那怎么长出来的 那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如何 接近一半的观众选择的是眼屎增多了 也有三分之一的观众认为是麦力肿 都是在提示着身体免疫力出问题了 那是不是呢 我们要看的点是 看看眼睛是否发红了 眼睛发红了 就提示着免疫力出问题了 不是什么熬夜呀 什么浸脏东西了就会眼睛发红吗 这个眼睛发红肯定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到的 是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眼的模型 这个眼的模型啊 你看前边这个透明的 我们看上去是发黑的 实际上它是透了后边的东西发黑 它是一个透亮的 这是角膜 角膜周边是一个白色的啊 我们叫瓷白色的东西 这是叫拱膜 是白色的 但是在这个拱膜表面呢 还有一层薄薄的膜 我们叫结膜 因为结膜是透明的 所以我们在肉眼这样看的话 一般看不出来 所以眼睛发红呢 一般指的就是眼白的这块发红 所以它可能就两种情况 一个是结膜发眼 一个是拱膜发眼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你看这是一个老年人了 这只眼睛 这是我们说的眼白 这是角膜 这是黑的 我们看上去黑的 实际上是里边的东西 它是透明的 这边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有病了吧 红的 而且它除了有血丝 还有大便大便的发红 这个是拱膜眼 大家再看下一个图 这个图你看 这个眼睛是好的啊 这边没有 因为这边好的就没有照上 你看 这个眼睛也是下面发红 旁边是白的 是白还可以 你看这个 这个有一个特殊的表现 这一块 这个眼 这块也有个针连 我们医学上叫针连 就是这个角膜 这个结膜的那边外边 都粘起来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表现 所以这个也特别提示 是跟免疫的关系 那普通的发红呢 比如说我平时游泳啊 或者是熬夜啊 特别我特别喜欢这个 成久成夜 不睡觉 然后第二天眼睛 很多情况下都是红的 难道就提示我 有眼睛有的时候也会红 比如进个沙子 有眼睛 刚才我们这个眼影解释 上火也会红啊 对 刚才我眼睛里进了个东西 就跑出去了 然后眼睛就红通通的 这都是免疫力的问题 进东西了 咱们怎么分啊 是由于红眼病引起的呀 还是说由于这个免疫系统 出问题引起的呀 这个其实上 你经过治疗就知道了 比如说你在水里游泳 一般你出来了 过一会儿 这个眼睛它会自己会恢复 如果说有感染了 你肯定要到医院去 经过治疗 如果说是那样子的情况 比较容易 很容易就好了 如果说它眼睛发红 总也好不了 反反复复 持续上的一段时间 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半年 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到 可能是风生免疫的问题 一个是时间长 再一个是总反复的 这种红眼 对 有可能就是免疫系统 出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就是让我们自个儿弄 自个儿分 可能也难 反正眼睛红的就去看眼科呗 看眼科是对的 因为眼睛有问题了 所以一般你到眼科 它会给你检查一下 它会给你一些治疗 如果说是感染 如果说是一般情况 比如说熬夜了 给你的眼睛水 它会很快好了 我们今天给大家所讲的是 如果我们病人 我们自己眼睛红了 到眼科 反反不不看不好 这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想到 又是不是别的问题 是不是免疫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那您说当眼睛出现 什么样一些反应的时候 咱都应该想一想 是不是应该跑那个风声免疫科看一看 这样的眼睛的问题很多 大家看下一个图吧 肿眼泡吗 这不就是 肿眼泡了 是吧 大家一看 大家能看到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金鱼眼 金鱼眼 对 就是像喝水 这是两个眼睛 眼泡肿了 对吧 这边比这边肿的还厉害 这是不是头天晚上喝水 喝太多了 睡觉之前 对 一般讲话 休息不好 不懂了 这个病人实际上不是的 他是一个好像是东北的一个病人 在当地看了很长时间了 好几个月了 有的时候好好坏坏 好好坏坏 这双眼皮做坏了吧 不是不是 他没做过双眼皮 他没做双眼皮 这个可能就是眼镜眼皮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到免疫病 这个还算好一点的 还有更厉害的 你看 面泡也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出问题吧 对你看这个 这个看起来是很明显的 这好像是曝光呆滞 这眼睛有我的质量分头 好像是心里出了 好粗粗的感觉 对 这个可能会把大家吓着 你看 我再给大家解读一下 眼睛很肿 上边肿 下边肿 对吧 你看 这个眼睛是发红了吧 这个他除了粗眼 眼睛粗粗以外 他还有睫毛眼 或者拱膜眼 他是不是也有这个眼 这眼睛红 您说睫毛眼 拱膜眼 眼睛就是眼睛红 眼睛红 对 还有眼睛红 还有看到 你看 这个眼睛这儿白露得很多 这边露得少 大小眼 对 大小眼 这个人实际上 你让他两只眼睛去转 转 我们正常人两只眼睛是同步的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是分开的 他看东西一定是双眼 双眼 眼睛 看一人看两个 眼睛不灵活了 就是我这只眼睛看 小记 这只眼睛看 上大股眼睛做不到 对对对 做不到的 正常人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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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我们叫抽眼 如果侧面看的话会更明显 还有吗 还有别的呢 比如说 比如说这是脚膜 比如说这是脚膜 这么复杂呢 对 比如说脚膜发炎了 还好我都没有 比如说里边的葡萄膜发炎了 看不见东西了 或者眼睛一转就疼 很多很多 眼睛发干呢 算是一个正常 眼睛发干也是 我妈妈以前有内风湿的那个病 老病 然后是不是她如果眼睛 前一段时间她眼睛突然红了 我们就以为她是发炎了 那按照您这样说 是不是有可能她的内风湿 是有一些什么波动啊 是应该去免疫科 去看一发 对对对 你说的太对了 比如说如果只有眼睛是这样 我们要想到是风湿病 如果说她已经有内风湿了 这个时候让我的观点 我的经验 百分之九十九十 哎呀 那赶紧 那赶紧看 我们两个 她好多年没有复发了 你已经没想到 或是说是风湿免疫的问题 从来没有 我就以为肯定是熬夜了 或者是眼睛发炎了 就从来没有想过 可能是风湿有点 我们两个算是同病将联 我们妈妈也是 就长年的老风湿 但是她的症状 不是说眼干或眼球不动 而是说她的视力下降 当时还以为 真的就是眼睛出问题了 而没 因为她是 这个手上和脚上长红斑嘛 长这个节节红斑 她以为不会影响到眼睛 那如此说来 可能就是 由于风湿引起的眼睛的疾病 视力下降算是 每一系统出问题吗 视力下降 它可以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前面的脚膜发炎 后边的葡萄膜发炎 后边的视神经发炎 就是整个这个通路 如果每一个环节都有问题的话 很可能也是免疫的问题 但是就是去风湿免疫科检查 说实话 还真没有去眼科方便和简单 我妈那次就是光验血 就验了十一管血 我记得 给我妈抽的都快抽皮血了 昨天我们那个题目也都讲了 风湿免疫比较复杂 它影响全身的各个器官 所以到了风湿免疫科 除了常规的查体 温冰室以外 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要做化验 要做化验 做哪些化验 这个化验 大家看这个评论 这个化验它分几部分 比如说雪常规 这是肯定要查的 雪常规可以看 白血球滴不滴 血脚板滴不滴 有没有冰血 比如说要查尿 尿里边如果有蛋白 如果有红细胞 这个也是跟免疫科一个有关系 血尘大家都知道 风湿病血尘会快 这个没有特异性 如果血尘比较快的话 一般提示体内肯定有病 至少要想到风湿病 还要看血尘 对 还有一个特殊的C反应蛋白 这个就是提示体内有炎症 但是它是什么炎症 不一定能够提示的出来 所以大家点看 第一个自身抗体 自身抗体是体内的一种特殊的蛋白 有免疫病的人 多数都有自身抗体 一般换句话说 有自身抗体 基本上提示就是自身免疫病 比如说刚才大家提到了 雷风湿关键炎 这个时候我们查雷风湿因子 可能会是阳性 甚至低度很高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红门狼疮 这里边自身抗体 有一个抗核抗体 这个低度会很高 还有刚才大家说的肝燥症 这里边抗体也都会很高 还有很多血管炎 白菜是病 白菜是病 肌炎 还有像复发性多 软骨炎 什么维克脏 肉压肿 很多很多 这些病太专业了 刚才咱们也一直没太搞清楚 为什么当人体免疫力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在眼睛上有那么多种表现呢 我们让何博士 结合一个图示来为您介绍 有请何嘉 好的小鸡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们先要从人体的免疫系统说起 那么现在在我旁边呢 有一个示意图 就是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结构图 那么主要的这些免疫的器官啊 包括这几个 那么首先呢 是胸腺 还有骨髓 那么这两个器官呢 它是人体主要的免疫细胞生成的地方啊 那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 这两个地方呢 就相当于这个部队的培训基地啊 是生产这个人体的这些士兵的 生产这个免疫系统的免疫细胞的 那么另外啊 还有两个 淋巴结和皮胀 那么这两个地方呢 就相当于是这个免疫系统作战的这个战场 那么当这个人体啊 这些免疫细胞发现有这个外来的入侵者啊 比如说这个寄生虫啊 病毒啊 细菌啊 等等的这些物质进入人体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通过特殊的机制和他们进行战斗 但是呢 有些人啊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们这个胸腺和骨髓生产的这个免疫细胞 他们过于负责了 太激动了 太抗净了 他们啊 不但是把这个外来的敌人打在外面 有的时候呢 他们把我们身体自己的这些细胞 也当成了敌人进行斗争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哎 当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和敌人做战斗的时候 我们生产出来的一些部署的这些产品 对我们的身体啊 造成了损害 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时候呢 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自体免疫系的疾病 那么这些疾病为什么在眼睛表现出来呢 哎 我们要来看一看眼睛的结构图 在这边 这个呢 是一个眼球的泡面图 我们从这个示意图就可以看出来 组成眼睛的这个组织啊 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在它的周围 有这个颅骨 有骨组织了 那么此外呢 眼球要转动 所以呢 一定会有肌肉组织 另外啊 这个眼睛还要感觉 它还要对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物体发出反应 所以呢 它一定会有神经 神经组织 三个了 此外 它还需要这个血管来给它供应能量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地方 静脉啊 动脉啊 所以还有血管组织 除了血管组织之外啊 这个眼球呢 它要保持一定的弹性 一定的韧性 所以还需要有结底组织 那所以呢 在这个眼球当中啊 它的这个组织结构是非常够杂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 任何一个结构发生问题 任何一个结构被这个免疫细胞进攻 那么它都有可能出现疾病 当我们发现眼球很难解释的一些疾病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有可能啊 是这个风湿免疫系统的疾病了 好了 消气 好 谢谢何娇博士的介绍 刚才呢 王教授也提到了 如果您身体里的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话 眼耳鼻喉都有可能会受到攻击的 那说完眼睛 咱们来看看鼻子 那以下哪一种鼻形跟免疫力紊乱是有关系的呢 是它鼻梁呢 还是红鼻头呢 还是鼻梁不正呢 来 跟台湾100位观众请表达一件 我知道我知道 一定是红鼻头 你想啊 那鼻子一喝酒喝红了 酒糟的 这不都是免疫力的问题吗 它鼻梁第一个问题 这还跟免疫力有啥关系 我认为是红鼻头 但是原因不像你那么弱智 因为免疫力紊乱 眼睛会红 所以免疫力紊乱 鼻子应该也会红 哪哪都红 哪哪都发炎 对 但至于鼻梁塌和鼻梁不正 鼻梁塌我觉得是有点 其实人家基因不好了 可能从小鼻梁就塌 我就是他鼻梁 鼻梁不正 但是整容失败 不对 鼻梁不正是爱打 算了 也有可能会把这个鼻子给创歪了 那好 我们看看100位观众的看法 超过一大半的观众 都认为是红鼻头 还有三分之一的观众 认为是鼻梁不正了 长歪了 那肯定就不对了 那到底鼻子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也是在提示着 您的免疫系统出问题呢 广告这话让专家来告诉您 好欢迎大家回来 刚才要说到眼睛出现问题 是跟免疫力有关系 已经让我们非常吃惊了 那当下面这个答案公布的话 会让您更加吃惊的 鼻子发生了 啪鼻梁的时候 也是跟免疫力紊乱有关系 是不是它指的是后天鼻梁啪 而不是先天出生 像我这种鼻梁就挺塌的 你说的那个鼻梁啪 就塌到什么程度了 是怎么个塌法啊 那还是用图来说话吧 这样啊 它中间还鼓了那么一截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鼻子这儿凹下去了 对吧 凹下去了 也就是说 这个样子特别像个马鞍 对吧 我们医学上有种名词 这个样子鼻子叫 鞍鼻畸形 鞍鼻畸形 大家可以自己摸一下自己的鼻子 这个从上往下 这样摸下来 很光滑吧 对吧 这个鼻子呢 它的上边 你看它这儿为什么塌不了呢 有个鼻骨 这个地方是鼻骨 对了 这个地方是硬的鼻骨 下边呢 它也没塌 它这个病变子 最主要的在这儿 这个鼻子的上边是硬骨头 下边是软骨 是吧 大家的鼻尖 你们就能摁下去 上面的鼻梁就摁不下去 对吧 摸到这儿的时候就软了 对对对 就在这儿塌的吗 对 就在这儿塌的 所以这个病人呢 它比较重 比较重 所以我们呢 肉眼就看出来了 比较轻的时候呢 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从上往下一捋 如果能捋到一个槽或者钩 那个东西已经提示有病变了 只是比较轻 大家看下一个图 你看 这又是什么 刚才那个是侧面看 这个是正面看 大家看到 这个鼻子太明显了 对吧 它鼻子好多呀 谁都不能说这是正常的 对吧 对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 这个呢 你看大家可能还这个眼睛看不着了 它这个 这两个具体的人呢 它的眼睛还有问题呢 我好奇怪呀 这为什么免疫力出问题 会攻击鼻子这个地方呢 对呀 所以大家看这个图啊 这是我们 如果鼻子有问题 医生一定给你做一个鼻子的细体 这个我简单说一下 这个白的地方呢 这是骨头 这个黑的呢 这是气体 是鼻腔 我们叫鼻痘 下边是嘴 你看这是下鼻夹 中鼻夹 上鼻夹 中间你看 中间有一条骨头 对吧 非常整齐 所以这是正常的 这个地方是眼睛 你看这挨得多近呢 所以鼻子有病呢 很容易进行眼睛的 大家看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病人的 你看这个中间的 中间的这块 支撑的这个鼻中隔 没了吧 你看这个地方都打洞了 都要是用镜子去看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洞 这是什么都没有了 这边吃了好多东西啊 你看这个眼睛这一块 也破坏了 这个地方都是病病 通过去了 你看这个地方多光啊 多光滑 该有的支撑都没了 对 所以就会塌下来 对 所以这个 那您相当于告诉我们 你看白的那些 这边正常的 白的都是骨头 然后这边就骨头 基本全没了 就上面剩了一小截了 对 那相当于免疫力 攻击的是人的骨头啊 骨头也被攻击 这个肉也被攻击 软骨也被攻击 鼻头也会被攻击 对对 这里边发生了 非常严重的免疫反应 就刚才何嘉博士说的那些 这些免疫反应 它实际上是遇到什么 就破坏什么 这样的鼻子 你想一想 我们的鼻子是通气的 有这么厚的这个炎症 在里边 你一定鼻子不透气 都堵住了 堵住了 会很重的 第二个呢 你想一想 这个地方都破坏了 里边会流水 流浓 甚至流血 甚至你看 这个地方在组织跑上去了 那破坏了 破坏了就排出去 顺着鼻孔排出去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能排出 像烂肉一样的东西 哦 怎么来积分 它是不是新铁性的 就没长好 早期的时候呢 它 因为它是炎症嘛 炎症的表现 基本上就是红 肿 有的时候摸起来发热 疼痛肯定会有的 所以有些人不太注意 比如说感冒了 鼻子疼了 有时候还肿了 可能这一次感冒过了 但是也许这就造成了病根 以后呢 假如发现你一摸 又怎么有一个沟呢 中间有一段时间 有鼻豆盐了 有鼻梁 鼻子疼了 过一段时间就变这样了 那肯定是病 肯定是 这样的病 基本上是风水免疫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说 这样的病肯定治不 当时一定治不好 或者说治好了 又犯又犯 反反复复 所以这样的病呢 就跟免疫的关系 但是有的人生下来 他就是扁的 但是从来也摸不到一个槽 是吧 人家也没有鼻子红 鼻子肿 也没有流那个血鼻涕 那也许就是正常的 就是先天的 您今天告诉我们 所有的这些症状 都太出乎我们意料了 什么眼睛红 鼻子 它都可能跟免疫失调 有关系 那我现在就迫不及待地 想知道 您说这耳朵出什么问题了 也有可能是免疫失调啊 还是看图吧 这真太让我们吃惊了 是吧 所以这是两个比较严重的 你看 这个是耳朵 大家一看 红了吧 肿了吧 如果你摸起来 它是厚的 摸起来肯定是疼的 还有一个症状 你摸起来 它是软的 它是软的 咱们的耳朵你摸一摸 它有一定的弹性 对 没错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红肿就在痛 对吧 所以你看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你看肿的 我们的这个耳朵眼吧 都剩下一道缝了 那肯定影响通力啊 会影响的 这个往里边 耳朵眼进去就是中耳 中耳它也可以受到免疫的影响 它的表现跟中耳眼差不多 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们所说的中耳眼是感染 是炎症 我跟免疫相关的这个中耳眼 它是非炎症 它非感染 它是炎症 症状是什么 那会也流脓吗 症状炎 会流的 那怎么区分呢 那就很难区分了 它这个流脓不一样 中耳眼引起来 流出来的脓 就是化脓 跟我们的脓比体一样 风湿免疫病引起来的中耳眼 它流出来的是 轻的 轻的 它不是那种感染 细菌性的中耳眼 抗生素能治好 这个病 抗生素治疗无效 就是反反复复的 总有中耳眼的一些反应 也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出问题了 对 比如说再往里走 还有内耳呢 内耳管听力 管平衡 说一个人头晕 天心地转 是吧 这样的病人 这样的 有病的话 可以耳鸣 听不见 耳朵疼 流水 是吧 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些 其实看不到的东西 还有很多 您今天跟我们提醒 就是反而是流青的那种水会更危险 有可能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了 对 五官再往下说 应该说到嘴和喉咙 对吗 这个地方也是五官之一 嘴巴里发生什么变化 它也是提示着免疫系统有问题呢 嘴里边有很多组织结构 对吧 它都可以发生问题 好干啊 这个舌头 这个口干症啊 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看跟这个大沙漠里边的人一样 舌头上有很多勾勾区区的 然后这个嘴唇 这个都破皮了 破皮了 所以这种情况 这一定是个口干症 它多喝水也没用吗 这种口干喝水是没有用的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人 他没法像我们现在这样说话 说一会儿话就要喝水 说一会儿话就喝水 那涂吹油是什么呢 没有用 没有用 我有个病人就是这样 坐着门一来 整天断了一杯水 跟你说两句话 喝水是什么 喝水 就是干燥 干燥 这样的东西 他也没法吃 比如说干的东西 吃馒头 绝对不行 可是没有拖液帮他 对 去吞咽这个动作 对 这样的人他一吃饭 绝对要救他 太痛苦了 救他救水 那您刚才说有舌头 还有牙齿呢 还有牙齐呢 对对对 还有这个嘴唇 这里面 这都有什么变化 这吃糖吃多了吧 举尺吗 这不就是 对啊 但是我觉得 比趋势要严重 你看那皮肤周围 应该是上年纪的 对对对 这是个上年纪的人 是不是大的掉牙 这不是很正常吗 哎呀好不耐呀 怎么跟你们说呀 OK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你看 他这个牙 这个叫门牙 门牙掉了 对吗 它不仅仅是掉了吧 它掉完了以后 留着一个残根 这个根跟正常的牙也不一样 它发黑 对 它不是一个 这边也黑了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都是黑的 他没法把牙 把嘴张大 张大了一个 里边还有呢 所以这个一个人 嘴里边有很多牙 都坏了 而且很难治 所以我们医学上有个名词 叫猖獗驱齿 这种驱齿就是它的特点 多发 难治 这样子的人你去问 绝对有口感 还有口腔溃疡呢 口腔溃疡 口腔溃疡在口腔里 都表示是最常见的 对 这个一般人是吧 多多少少都得长几个口腔溃疡吧 一年不长几个口腔溃疡 我都对不起我这职业 但是就很痛苦啊 喝水都淘 然后吃什么药都不好用 只能等一周之后自己就好了 你一年长几次啊 一年 感受到年纸好的话 会长一七两次 年纸不好的 长五六四也是常见的 这个是有什么 这口腔溃疡不是挺普遍吗 有什么问题吗 口腔溃疡实际上在普通人呢 实在是太多了 有的时候比如说咬一下嘴唇 它可能就破了 那个都没有关系 跟风水免疫有关的这个口腔溃疡 它也有几个特点 首先就像你说的 每年至少三次以上 你呢都算少的 严重的时候一个月就会有一两次 或者说长年都有 这种情况一定要想到 可能跟免疫有关系 还有刚才说的 比如说只有口腔溃疡 我的眼睛还看不见了 一下子失明了 这个时候对风水免疫的可能性都更大 我这是很标准的口腔溃疡 但有些 比如说我妈妈就是这个风水免疫系统的疾病 她的口腔溃疡呢就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她会破皮但是没那么疼 但是发作的次数会比较多 基本上是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就像她说的 发作次数比较多 这个可轻可重 您的口腔溃疡可以长一个 也可以长五个 也可以长十个 有的满头都是配痒的 有的不但在口腔里 它还往下走 走都是咽喉部 你想一下那个疼痛 患者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第二个特点就像你说的 好不了 正常的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轻的可能过一段时间自己好了 但是它的一个特点 长期来看总是要反反复复的 会多长时间呢 这个可以有的会十几年 几十年的都有 十几年一个月犯一次口腔溃疡 那还不动了 所以这样的人 没法吃饭没法说话了 所以他就没有意识到 这是跟免疫有关系 假如他意识到 到医生那一看 比如说我还有关节疼呢 我身上还长皮疹呢 找红疙瘩了 这个时候你要等 比如说你有口腔溃疡 有身上有关节疼 眼睛又看不见 身上长疙瘩 这是个典型的一个病 叫白晒 所以真的我觉得 尤其要替这些人 好好地想想折 我们就说 这口腔溃疡 吃饭喝水睡觉 都受影响的话 你说这人 这多痛苦啊 就得来想一想 什么好的办法了 来咱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免疫力紊乱造成的 口腔溃疡 哪一种治疗是最有效的 提到的是一个最字 是用盐来漱口 还是用口腔溃疡 贴而 还是口服激素 来听看一百的观众 请表达意见 口服激素会不会是大炮打蚊子 如果只出现口腔溃疡的话 是不是用盐漱口就可以了 对 我妈妈就是 我妈妈不是也是风湿吗 她就打我记事到现在 她一直都用盐水漱口 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 一半的观众选择的都是 用盐来漱口 也有三分之一的观众认为 用口腔溃疡贴 贴一贴也会缓解的 到底用什么方式 才是最有效的 能够清除的呢 我们看看答案是 口服激素 我们今天讲的是 跟免疫相关的口腔溃疡 而且口腔溃疡如此严重 如此痛苦 它还有全身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只用漱口 或者贴点口腔溃疡膜了 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如果说我们口腔溃疡少 一个两个的 你可以贴一贴 口腔溃疡那十个溃疡怎么贴呢 对吧 漱口也是这样 你不会老漱口 所以关键的要注意到 我们要治它的病因 它是免疫造成的 我们就要从免疫力的角度上 去解决问题 从全身的角度上 去解决问题 所以最严重的 尤其是能够诊断 跟风湿病有关的 这样子的口腔溃疡 应该用激素 用激素的目的 它不是针对口腔溃疡 它是针对全身病 全身的一些治疗 就是用口腔激素能把这个这么影响心情 影响食欲 影响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口腔溃疡能治好吗 能断根吗 我们现在谈的还是个前提 它是一个风湿免疫病 风湿免疫病是不能出根的 不能出根的 但是呢 我们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理念 我们要从根上去治 比如说我们要治疗它的免疫 方面的很乱 把这个炎症 比如说全身的炎症 给它长期控制住 还有一个前提 我们要正确使用激素 合理使用激素 要遵照医生的嘱咐 不是让你天天吃 它会给你减量 它会调节 必要的时候还要加一些免疫之剂 是吧 我们把这个病 比如说白三十病 比如说肋风湿免疫炎 比如说红门狼疮 我们经过长期的控制住以后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就是治愈 那除了这个用药之外 其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应该注意的事情 也能够帮助大家 更好的来缓解 免疫力出现的一些问题 好 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出现免疫力紊乱 以下哪一种做法是正确的呢 预防感冒 少吃海鲜 还是加强运动 来先谈一百个观众 请就要带一件 反正我们家三零五身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是少吃海鲜 就是不吃海鲜 我爸爸是一个特别爱吃海鲜的人 但是就是跟我妈妈在一起戒掉了海鲜 而且戒掉了牛羊肉 甚至连豆腐都少吃 就因为里面有比较高的漂亮物 这漂亮物可能会引起凤尸骨病的腐发 所以这个是严格杜绝的 那我们看看大家的意见 大家选的最多的就是要加强运动和预防感冒 那么对于那些免疫力已经失控的人来说 格外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那等一下广告人专家来告诉你 好 欢迎大家回来 其实这几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反复的在强调 真要是免疫力下降 甚至是失控的时候呢 全身各个系统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一定要预防感冒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风湿病为什么不能治愈呢 因为它原因还不清楚 但是经过科学研究呢 我们发现人为什么会得病 首先它有一个容易得病的这么一个素质 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会把它这个容易得病的这个机制激发掉 激发起来 这个激发起来目前认为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感染 感染病毒或者细菌什么的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得了风湿免疫病的人 他可能会吃激素 可能会吃免疫之剂 这样的话 他的抵抗力本身就有点低了 没错 这个时候他就容易 比较容易感冒 而且大家可能都有体会 有病的人 你在得了感冒以后 他的病会加重 会让你的病再复发起来 所以一定要注意预防感冒 但你看大副他们家 不是三零五身吗 不让吃海鲜呀 风湿病呢它有很多种 有一个特殊的病叫痛风 这个大家都知道 痛风的病人是要少吃海鲜 但是我个人认为的不一定要非要禁忌海鲜 因为现在治疗痛风呢 它有一个基本原则 你把它那个血尿酸降到360毫克以下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我就跟我的病人说 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吃海鲜是可以的 飘凌只对痛风 这一个病来说 对别人都没有 你这些年代了 太赔人了 太赔人了 你回家之后可以让妈妈放开吃了 尤其是爸爸也可以跟着吃了 十年了 没怎么正经吃我海鲜 这听谁说的呀 你这物质太多了 有那么多的观众 不是还选择运动呢吗 对对对 这个运动呢 应该去正确地看待 因为我们这个题 它写的是加强运动 我觉得我不太 有点想解释的 就是这个加强两个字 因为我们风湿病病人 它可能活动不方便 关节疼 肌肉无力 再加上眼睛耳朵 这个不方便 所以要适当运动 力所能及 逐渐地 去根据自己的这种体力 逐渐逐渐地去 去适应 如果一开始 你就说加强运动完了 出汗了 老泪 反而就不好 我妈妈和她的一些病友们 她们特别喜欢吃一些补品 比如蛋白粉 深海鱼油 特别是螺仙草 一生免一粒的吗 对对对 有这个作用吗 它的实质 是一种食品 它不是药 对 这是一定要明确的 第二就是要适量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蛋白是好东西 鱼是好东西 这个糖 脂肪都是好东西 那人体 它有一个平衡 一般是你需要什么 它会尽量地去 多吃点什么 或者体内少排出点什么 有些东西 你在体内吃多了 它排不出去 比如说 维生素A 鱼干油 你那个体内储存的太多 它会维生素A中毒的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让大家增加了一些 有关于人体免疫力的常识 说实话 对于我来说 都收获非常的大 像如果经常眼睛发红 鼻子也流一些清水 浓气 甚至是已经发生塌陷了 反复的口腔溃疡 耳朵里也流清水的话 您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别总是把它当作一个 什么常见的五官病去看 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身体里的免疫力 出现了紊乱 甚至是失控了 再次给大家提个醒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节目再见